昨日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7周年的大日子 我感谢中央带来三项维港措施 第一,是中央再次信赠一对大红猫给香港 我们预计大红猫几个月之后就会来到香港 成为我们香港大家庭的新成员 为我们带来欢笑和喜悦 并且吸引全球的旅客来香港观赏大红猫 第二项的维港措施 是国家出入境管理局将会在7月10号 向非中国籍香港永久城居民签发一张卡式证件 提升他们在内地口岸的通关便利 他们可以在五年内有限期的期间多次前往内地 而每次逗留不会超过90日 他们凭卡可以在内地口岸自助通关 不需要再走人工通道 新措施巩固也提升了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 是一国之利 两制之变的最佳示范 第三项一维措施 是国家商务部和特区政府 就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SIPA 框架磋商内地对香港进一步开放服务贸易的新措施 大致已经达成共识 这次新开放的措施将集中香港特别具优势的服务业领域 例如法律、金融、建筑以及相关工程、检测、认证等等 当中包括放宽业务范围的限制 以及便利香港企业和专业人士在内地发展业务 我在这里对中央和相关部位表示冲心感谢 正如我昨日在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7周年的酒会支持的时候所说 未来特区政府将在三大方面全力工作 第一全力发展经济聚焦改善民生 第二强化自身优势发掘新增长点 第三把握国家国际商机遇搭上国家发展快车 只要我们团结一致 凭着香港人善拼敢赢的精神 我们必然可以创造更辉煌的成绩 第一把握国家国人全力工作 第一把握国家国人6 faz stop um